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王者荣耀存在着四位不受玩家待见的英雄 他们有些是因为自己的黑历史影响 有些是因为玩家不理解他们 还有一些是因为他们本身比较难打出效果 这些原因的出现就造成了他们不被待见的原因 这些英雄都是谁呢 一起来看看 1.哪吒 哪吒的定位是战士 在S13战边打法盛行 而且战士严重不够用的时候 哪吒上场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的 而哪吒本身是一位自带制裁的英雄 还拥有千里传送的效果 按理说应该算是很强势的了 可是哪吒就是一直活不起来 主要原因还是哪吒的千里送人同名号 深深地印在了玩家的心里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翻不了身了 2.异星 异星是王者荣耀量得最快的一位英雄 从他上线到现在 很多玩家甚至都没有见过他几次 异星虽然被动自带明刀效果 可是很多玩家似乎并不买他的账 上线不久就一直被打入冷宫 3.雅典娜 雅典娜这位英雄是成也献祭流 败也献祭流 现在的玩家看到雅典娜 内心就会有一种莫名的排斥感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雅典娜 是不是真的要玩献祭流 要是玩献祭流的话 就没有游戏体验了 但是雅典娜不玩献祭流的话 也还是会让人感觉 这是一个不会玩的雅典娜 最新的玩家宁愿不玩雅典娜 也不愿陷入到这样的尴尬中去 4.江子牙 江子牙在峡谷里一直都不被待见 曾经只要有人选出江子牙 在职业比赛洗白了这个英雄 可是江子牙又被削弱了 现在在路人局看到江子牙 队友还是会很难接受 这个英雄估计只有重做 才能洗白他的黑历史了 各位小伙伴在游戏中 会嫌弃这些英雄吗 原因又是什么呢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